大家好,我是林美勋 很高兴今年能够再度的参加 我们的亚太地区性别防治的论坛 这是我第三次的参与 这次特别是在线上举行 可以跟我们更多的不同地区的伙伴们 一起的讨论分享 特别的感到荣幸 那么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 是有关我们台湾在弱势被害人的公益与实践之旅 这其实也是我个人在性侵害这个议题上面的 二十多年来工作的一个观察 以及实践的一个经验 大概在1997年 我开始做性侵害被害人的一个服务 那在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呢 当时台湾的社会并没有这些性侵害的服务 或者是这些对家暴被害人的服务 法律也是十分的缺乏 所以我们看到被害人在出庭的时候呢 会出现很多不友善的状况 包括在法庭上他们必须面对面的去碰到这个加害人 或者是说在法庭上也没有一个比较友善的一个空间来协助他们出庭 所以经常在陪同被害人的过程看到有些被害人崩溃的无法言语 那么甚至于跪倒在法庭里面 十分的痛苦 那这样的出庭的压力其实是相当的大的 那么另外有一些被害人是我们谈到的弱势的被害人 像智能障碍者或者是一些儿童 然后就会遇到一些状况就是法庭 法官司法人员在询问的时候 可能会问的一些问题会是重复性的 然后让我们的被害人是反复的在这回答的当中出现了不一致的状况 比方说法官可能会问说 这个是你第几次被性侵害 这个加害人对你性侵害了几次 那是一次呢还是三次 那么被害人可能会回答说三次 但是如果你倒着问说 那是三次还是一次呢 那被害人的回答又变成一次 所以我会看到 被害人其实有一个非常容易受到影响的一个状况 但是如果你用一个不是那么科学的方式在询问的时候 就可能会误导了被害人的一个回答 所以这样的情况各位可以想见 其实被害人的正义并不容易在判决里面可以得到的 那所以我们在这里谈到除了一般我们被害人的服务之外 在早期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些弱势的被害人 特别指了这18岁以下还有身心障碍者 那他们受限于他们的智能年龄 还有他们表达能力 其实本来就很容易沦为一个被害人 那么特别是沦为被害人之后呢 也很不容易被发现 他们很可能会被受到一些威胁啦 或受到一些好处啦 而不把这个事情说出来 那么同时即使他们说出来之后呢 正此的可信度也会受到质疑 可能会前后的比较不一致 或者是表达的不是很完整 那么当然就会影响到最后司法的证义 所以在我们台湾会说 针对这样的族群 常常会有二高二低的现象 所谓二高是说 它其实发生率是高的 但是也会有相当高的黑数 那导致这个通报率其实是低的 那么最后因为这些证据的不足 有时候是事发了一段时间 才能够说出来 也导致其实定罪率也是低的 那在我们台湾来看 我们大概以最近几年的平均值来看 每年大概会有8300位的 这个性侵害的被害人 那18岁以下的将近占了6成 所以在我们性侵害的通报案件里面 身心障害者也占了将近20% 那么儿少的性侵害当中 10个人就有9位是女孩子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性侵害这个议题 它不只是一个性别 在一个社会里面 一个比较弱势的状态 而产生的一个暴力 同时当它交织了年龄 在交织了身心障碍的弱势的时候 会让整个案件倍加的困难 那这20多年来在台湾也开始了 许许多多的倡议跟变革 就我个人的一个观察 有经历了一个三个比较主要的阶段 第一个是在比较环境变革的部分 那么我们希望导向一个 对于被害人更友善的空间 那么第二个部分是在我们程序上的变革 就是希望被害人能够尽早的能够把整个过程程述的完整 那么第三个部分是我们这几年在进行的一个 证词品质上的变革 就是希望最后这个证词的品质提升 也能够提升整个定罪的状况 我再接着做一些说明 在环境变革的部分 我相信在我们可能两岸三地 或者是其他的国家 应该都已经有很多的方式在进行 不管是有一个友善的会谈空间 或者是能够让被害人隔绝 跟加害人不需要面对面 可以双向视讯 甚至于有一些一站式的会谈 让他们不用来到 这个一个空间的时候能够完成很多的事情 包含这个医疗 或者是警训 或者社工的会谈 不至于让被害人去奔波不懂的地方 那么在程序的变革部分 像我刚刚提到的 这是一个整合检查警证 以及社工寻讯问的一个过程 主要是希望在第一个时间 尽早地搜集完整的被害人的一个公诉 那么我们常常发现 如果这个停期 或者是在开庭的时间拖得很长 或者是反复的询问之下 可能会让证词有了一个改变 最后是非常不利于我们的被害人的 所以我们当时就开始了一个制度 叫减少性侵害被害人重复陈述 这样的一个制度 那么后来也开始了一个 叫早期鉴定的制度 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些困难中 困难的个案 它不只是可能年纪小 同时可能有一些 其他的身心障碍的问题 也许有他自闭症的问题 过动的问题 或者是其他重大疾病的部分 所以我们需要在更早期的时候 案件一进来的时候 能够让精神科医师 心理师能够做一个会诊 那能够先提出对这个孩子的一个身心的报告 让我们的检察官司法人员可以做参考 那么在这几年呢 我特别要提的就是我们司法访谈员的制度 那就是希望能够提高我们的证词的品质 那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我接着往后跟各位报告 那么在制度实行一段时间之后 在2013年的时候 我个人碰到了一个案件 是真的让我非常的心痛 然后痛心疾首的一个案件 那大致的状况是 有一个男孩 那他遭到他父亲的一个性侵害 但是事情揭发是在两年之后 才发现这个男孩 遇到了一个这么严重的一个伤害 当时遇到这个男孩的时候呢 他的生理器官上面 已经严重到他几乎是肛门要重建 那么甚至于他会有很多贫尿的问题 没有办法好好睡觉的问题 可是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呢 司法最后并没有判定这个家人的罪 主要有一个部分是 他在早期在警方的那边的询问的笔录里面 并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完整的陈述 以及在那个过程里面也有一些 比较不当的一个引导 那当时感觉到非常的震惊 一个这么重大的案件 那么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人 不管是社工 心理师 医师 都在这过程里面帮忙 但是仍然无法还给这个孩子一个公道 所以当时我们有一个很深的体验 除非我们能够 清楚地从他们的记忆里面 了解发生什么事情 了解当时的犯罪现场是怎么样的一个经过 否则我们很难 有一个可信度高的一个证词 来将家孩人定罪 所以如各位所知道的一个心情案案件 需要很多证据的一个佐证 不管是从医疗到人的一个证词 到你的物证或是他身心状况的一个证语 可是各位可以看到 在我们这个案件里面 即使有医疗的证据 不过都是两年之后了 那么我们有所谓的证词 嫌疑人矢口否认 所以也没有办法采信 那么被害人的部分 因为他的当时年纪小 同时彼录的时候并没有很完整的陈述 所以最后也没有采信 那么在人证物证的部分呢 所有的性情案件几乎都很难 刚好你会有涉入影机的 那其他的身心状况的佐证 其实在当时都是准备好的 不过很可惜 你会发现还是很难为这个案件 司法有一个正义还给这个孩子 所以当时有一个很深的体验 被害的证词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来源 所以我们必须去深究 被害人的证词 到底要怎么样 能够有一个最好的 协助他们的回忆的一个方法 所以我们了解到被害人的记忆 能够影响他们证词的有几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他们的记忆 人能力 这个也会跟他们年龄有关 那其次像语言的表达能力 还有被害人是不是容易受到一些暗示 还有以及当时的那个 他受到访谈的这个行径里面 会不会让他是过度紧张 过度焦虑 而没有办法有一个好的一个说法 还是他受到的一些威胁 而没有办法说明呢 虽然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被害人虽然有很多个别的因素 但是我们身为一个专业人员的协助者 如果我们能够把取得证词的方式 做一个最大的可能性的话 我们才有可能去影响证词的可信度 那么基于这样子 我们就展开了一段去 应该说推动一个修法的一个过程 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司法访谈的制度 能够引用在这些弱势的被害人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从2013年开始 我们曾经邀请了非常重量级司法访谈的专家 能够来到台湾 办了很大的一个国际演讨会 目的就是希望专业人员能够去注意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访谈不是一个你能够问得出他有讲话 就可以拿来司法上用的东西 它很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帮错忙 甚至让这个案件无法定罪的一个来源 那再来呢 我们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研讨会之后 我们也在思考 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团队能够更有能力的 去应用国外的这些经验 在我们台湾的被害人里面 所以我们跟台中的地检署 还有台中市的家房团队做了一个合作 那做了一年的训练 然后里面还有督导 还有一个一些研究的计划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因为过了一年之后 这个成果是大家都觉得相当的不错 应该要能够做一个推广 所以后来也成立了一个修法的小组 那这修法小组目的就是希望说 如何能够在法条里面 去规范专业人员 必须要接受这样的训练 甚至于当你没有这个训练的时候 能不能去借助专业的司法访谈人员 来协助我们来调查这个案件 那包含昨天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个讲者 王如玄律师 还有我们台湾也是相当有名的律师 在放逐律师 当时都是在我们这个性侵害防治法的 修法小组里面 那么一直到2015年底的时候 我们通过了这一条的法律的一个修正 所以呢一直到现在呢 我们每年不管是我们的社福 社工还有我们的警察 检察官以及法官 每年其实都需要接受这样的培训 那我们甚至有一套很完整的一个课程 然后这个完成课程之后还需要经过考试 考试之后还要经过面试 那它是一个有证照的方式 来让我们的得到证照的人 是可以有这个专业能够在能够去从事这样的协助工作 那大体上这个条文的内容 主要是修改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我们面对儿童心事障碍性侵害被害人的时候 我们如果在侦查或审判的阶段 不管是警察、检察官、法官 认为有必要的时候 他就会请相关专业的人士在场协助寻讯问 那这一条有了之后 我们就有一个适当的法员 可以邀请一个司法法团员在现场 那么同时呢 还有一些情况之下 是在现场可能孩子还是太紧张 没有办法进行的时候 我们还有一个制度 就是可以透过我们的单面镜 然后让检察官 可能在单面镜的另外一边 那用透过麦克风的方式 传递他想要问的问题 让司法访谈员可以个别的跟孩子来询问 我用几个相片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 非常的温馨 那跟法庭 想象的法庭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孩子或者这些弱势的被害人来到这边 他们会比较放松 这些都是我们台中地检署 在经历了我们这些训练之后 他们大大的做了一个改变 空间上的改变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司法访谈员基本上可以坐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被害人社工可以坐在这里 然后这边可以是检察官以及书记官等等 然后会有一个摄像头 会摄入影机在这个方向 那刚刚我提到的这个单面镜的用途呢 主要是说这么多的人面对一个被害人 有时候孩子还是会非常的紧张害怕 那么有可能我们就会让司法访谈员单独的跟孩子在一起 那么检察官还有其他的人呢 就可以在我们单面镜的另外一边 那么他可以用透过麦克风告诉访谈员 他想要问什么问题 那透过访谈员用孩子能够理解的语言跟问句 来让孩子做一个回答 那么所以呢 从过去可能大家是各品本事的问问题 来各品本事的调查 到现在我们有一套所谓台湾的司法访谈的一个程序 大致上程序会包含这几个部分 包含跟孩子介绍整个场景 然后转换到实质的问题 还有以及整个调查的事件 然后最后会有一个结束 那么在我们置入这样的司法访谈员的这个制度 之前跟之后呢 有了一些不同的改变 那么这些改变呢 都是透过我们在执行的专业人员 第一线的人员回馈给我们的 我特别印象深刻的是 在我们训练台中的检察官一年之后呢 那么在这个访谈里面 检察官告诉我们本来他的觉得 当被害人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 其实是被害人是他一个财政的课题 也就是被害人是一个证人 他是来协助他提供的话是来协助检察官 能够去调查整个事实的 但是在经过这些训练之后呢 他也发现到每个被害人他都非常的不同 尤其是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创伤的经验 他们其实是一个生命的主体 这个会变成我们是要怎么样的去协助这个被害人 进到他的记忆里面 去找到当时的一个犯罪现场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提升他的证词可信度 还有透过司法访谈的协助 去找到当时的一个犯罪现场 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所以让我们被害人成了一个是很有生命的主体 那么其他的不同呢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当然当时我们没有很多标准化的一个原则 那所以就是各评本是各问各的 但是现在就是会有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程序 同时呢当时可能会有时候呢 会过度的讨好被害人啦 或者是给予被害人一些比较有压力的问题 比方说你赶快回答呀 待会才可以去看妈妈啦 你赶快回答完啦 我等一下再请你吃糖果啊 或者是你再不回答的话 我就不带你去看妈妈了 所以像这些问题可能都会让一个孩子 或者是我们比较智能不足的孩子 会感觉到非常的有压力 但是目前这些都已经成为 我们专业人员需要有的敏感度 要避免掉这些情况 那么 所以最后呢 我也要跟各位报告一下 我做一个总结 所以回到一个 以若是被害人为核心的 这样的一个整合工作 个人有一些体验 我觉得很重要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 理解我们被害人的一个创伤 它的需求 还有以及它的限制 特别是这几年 我相信在国际间 我们讲到创伤知情 这样的一个态度 还有这样的一些训练 就是我们所谓的 trauma informed approach 特别应该是 让我们的第一线专业人员 需要具备这样的一个理解 不只是只有社工或心理从业人员 而是所有在我们司法工作的人员 即使是法庭开庭 我们也需要对被害人的创伤 还有它的能力 它的限制有一个具体的了解 我们才能够帮助他们 把当时的状况做一个还原 那第二个很重要就是 这样的一个理解 不是一个单一的领域 明白了解就好 而是需要做一个全面性的训练 要知道当我们问的每一个问题 它都是具有一个意义 而且问问题的本身 它是一个带动孩子去提取 他记忆里面的东西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专业 它也是需要进入反复训练 并不是我们想问一个问题 丢出来 然后有一个回答 我们就可以觉得 因为这样就足够了 那再来也是需要 让我们所有的工作者 知道的就是 这是一个科学化的一个访谈程序 目的是为了让回忆能够极大化 然后让暗示极小化 你知道其实记忆这个领域 在心理学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研究的领域 我们也必须能够更理解到 我们所问的一问一答之间 有多少是暗示 有多少是孩子自由的一个回想里面 所描述出来的 这些其实都是可以 透过后续的科学去验证的 所以我们也需要建立一个这样的程序 来提高我们的证词的可信度 那回想这二十多年来 我们不管是经历了环境上 程序上 以及我们证词上品质的一个变革 我必须说跨领域的合作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不管是哪一个环节 其实我们都是一直在跟不同的领域 做一个结合 那最后呢 就是希望呢 我们未来能够让整个 证词的可信度能够提高 能够让 迦害人神志以法 能够还给我们被害人 一个司法的正义 我的报告就到这里结束 那也谢谢各位的聆听 请多多指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